最近几天,网上流传着美帝集团要裁员50%的消息 对此,5月20日,美帝总裁方鸿波回应称 裁员50%完全是无中生有 基于对未来的判断,美帝觉得当下要稍微做一些收缩 旨在非核心业务收缩优化人员,其他人员没有动 这一回复,被网友调侃为压缩是裁员 虽然,方鸿波和美帝官方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 但从其后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肯定不会是轻描淡写 在报道中,一位美帝内部员工,给了更加详细的信息 现在已经是第二轮裁员,第三轮将在6月,裁掉三分之一的人,很正常 对此,有人非常惊讶,所谓业务收缩,毕业优化 这些与互联网大厂裁员,同时高频出现的说辞 居然流转到了美帝的身上 的确,在当下这样的大环境里,企业裁员,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 但美帝的裁员,却有着很大不同 那么,美帝裁员,是因为缺钱了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财报显示 美帝集团2021年营收,达到3412.33亿 同比增长20.06% 净利润为290.15亿 同比增长5.49% 这些数据,在国内家电三巨头中,是遥遥领先的 具体来看,其比海尔之家的营收,多出了近1200亿 净利润,也是它的两倍多 营收也超过格力电器,1500亿左右 净利润,则超出50多亿 而美帝集团在2021年的总资产,是3879.46亿 其中流动资产为2488.65亿 还有,美帝年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405.5亿 较上年增加了,170亿 那么今年呢? 同样的,今年第一季度 美帝集团业绩,再次实现双增长 营收903.8亿,同比增加9.55% 净利润为71.78亿,同比增长10.97% 流动资产,及现金等价物,相较于2021年末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此外,在2021年 美帝还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股份回购 一次支付了86.6亿,一次支付了50亿 同年,按照分红政策 美帝美食股派息17元 现金分红了116.77亿 上述三笔支出加起来,超过了253亿 显然,从账面上看,美帝的家底一点不薄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 美帝裁员,并不是因为缺钱 更不是因为活不下去 这背后,其实是对未来预期悲观 而提前采取的应对措施 毕竟,真等情况不乐观再去补救 也就晚了 表现良好的企业,尚且如此 那些情况相对较差的,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可想而知 其实这一轮财员,早从2022年年初 就已经开始 在3月和4月,逐渐推高的财员大浪中 风口浪尖上的,几乎全是些互联网大厂 美团的财员,从原本的优选事业部 已经蔓延到了全平台,几乎所有工种 字节跳动创新业务线,一整条消失 快手不仅涉及电商,连算法,游戏等核心业务线,都开始优化 腾讯体育,也开始裁员 六大业务组,被裁撤 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都被爆出,毁约你入职的英界称员工 可以这样说,凡是有点名号的企业,基本全部中招 所有的大厂,都在断壁求生 毕竟,在纳斯达克上,中概股全面腰斩,甚至跌去90% 大多数公司,也都被列入了,预退市名单 一百多家企业的所有市值,都赶不上苹果一家 而他们的断壁求生,就是裁员 试图通过,收缩业务线,减少支出,来获得生存空间 而大厂都撑不住,背后更多的小厂,早就不行了 所以,比裁员更可怕的,是那些,原本应该创造就业的老板 也拿着简历,出现在了人才市场 掏出车钥匙,开启了滴滴 就业和失业的形势,似乎空前的严峻 很多调查和数据,都一再说明了这个问题 2022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高达空前的,1076万 而迄今为止的签约率,男生只有22% 女生只有10% 4月份的数据,更加严重 16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8.2% 是有记录以来最高 但在此之前,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就业,其实是非常乐观的 例如,华东政法大学,就做过一个,长达五年之久的社会调查 从2015年,到2020年,针对大学生就业观,进行了观察 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工资预期,在过去五年里,有了大幅提升 首份工作的月收入,期望在8000以上的,从11.8% 上升到了,33.9% 那么,他们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体制内 在理想就业方向上 选择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比例 到达了42.9%,将近一半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 北大核物理博士,考入朝阳城管 虽然此类情况,这几年,一直都有 但是今年,名校下基层的比例,毫无疑问是更大了 昨天才是北大,今天又是清华 比如,在长沙市越路区,近期公布的公告显示 通过协警岗位审核的表格里,出现了,众多本科硕士人员 其中最高学历的,就是一位,1994年出生的张信女博士 特长还集聚玩味地备注成了,清华大学 此外,还有研究生10人,本科349人 而这个岗位的招入要求是 35周岁以下的女性,最低学历限制为大专,专业部线 此外,江苏省滨海县,也发布引进录取名单 其中,滨海县共录取,198名高校毕业生 到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 起码有,60%以上的学生,都是毕业于985高校 90%以上的学生,都是来源于211高校 再是浙江省岁昌县,也发布了人才引进公式 在这份公式中,24名应聘者的毕业院校,都是双一流高校 硕博士的比例,甚至高达,95.8% 但绝大部分对应的岗位,只是基层的,普通工作人员 往回倒几年,当人们看清华北大,都挤到深圳杭州街道办的时候 坊间就在议论,这会不会大才小用了 当时给的回应是,深圳和杭州的街道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 他们一个街道办的产值,甚至超过偏远的地级市 最著名的就是,哈佛物理学博士,入职深圳南山区,某街道办,做副主任 其实是对街,科教新城规划落地 他的科研背景,和国际事业,恰好是普通街道办人员,所不具备的 而其他街道办也类似,基本一句话 高素质人才,去高质量的街道办,可以更好的服务企业发展 有没有更好的服务,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看到,这两年过去,人才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低 高质量的街道办没了,高素质人才,开始扎堆贫困线 普通岗位,也成了争抢的对象 两年前,清华北大的博士,还能做个科技干部 两年之后,只能做城管,甚至是普通协颈 社会资本在不断流失,工作岗位在不断消失 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消费者手上的收入减少 企业的营收之道,自然也会慢慢干涸 那么体制之内的公务员,还能独善其身吗? 从社会分工来说,公务员只是众多社会职业的一种 公务员从事的,是社会管理工作,提供公共服务 他们制定规则,并确保规则得到执行 但关键在于,公务员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身,并不会创造社会财富 他们只是在,现有存量财富中,进行调配分配 而增量的财富,则需要更多的人,在社会上创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一旦社会,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那么,还需要那么多分配财富的公务员干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风险,大概也就是财源降薪了 回顾历史,真正的公务员财源,在1998年,就曾发生过 这也是,国内人员金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 共金简行政编制,115万名 市县乡政府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 经过这轮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了29个 部门内设四局机构,减少200多个 省级政府机构设置,平均由55个减少到40个左右 县级政府机构,平均从28个减少到18个左右 人员编制方面,中共中央和省级党委,金简20% 国务院各部门金简了,47.5% 省级政府金简了,48.2% 市县乡各级党政群机关,金简了,19.4% 不过,从2013年,国内开始流行高薪养莲理论 当然,高薪有没有养莲,见仁见智,但这却奠定了今日,考工宇宙尽头的地位 公务员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以至于考工务员本身,都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只是,目前的现状是,疫情仍然看不到头 经济下行趋势,未见拐点,土地市场,依旧一蹶不振 当政府和民间,都耗尽了钱袋子 会不会再来一次降薪裁员,那还真不好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